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T-Boss我们先来拆哪一颗玩具蛋呢 要不就是这个绿色的吧 好的 那我们就听T-Boss的来拆这颗绿色的玩具蛋 我们先来撕开它的外包装 看看我们得到了谁呢 是我们熟悉的Catty小姐 Catty小姐今天在做什么呢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atty 因为最近要过年了 所以我在大扫厨哟 都说过年的时候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又整洁 是不是T-Boss Catty小姐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们小朋友平时在家里面也要注意保持卫生哦 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我们先让这位Catty小姐呢 在旁边休息一下 当然了你也可以帮我们稍微的打扫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嗯 乐意效劳 那T-Boss我们接下来再来拆一颗玩具蛋吧 你想拆什么颜色的呢 嗯 不如我们就把小的玩具蛋全部都拆开来吧 嗯 好呀 那我们来拆这款蓝色的玩具蛋 哦 这个里面又会是哪一位小伙伴呢 嗯 还是我们的Catty小姐 不过这一次呢 Catty小姐拿了一把钥匙 请问Catty小姐 你拿这把钥匙是要去做什么呢 嗯 因为快过年了 家里需要增加一些补给 所以呢 我要去拿这把钥匙 打开我保险柜的门 哦 原来Catty小姐还有一个保险柜呀 看样子呢 生活也是不错呀 嗯 因为如果平时不乱花钱的话 就可以把大家的零钱呢存起来 这样以后到了我们可以用的时候呢 急需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出来花了 嗯 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呀 可以给长辈们买个小礼物 嗯 Catty小姐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们小朋友如果平时有自己的零花钱的话呢 也不要随便乱花哟 也不要都拿去买零食 我们要把它一点一点的存起来 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是不是呢 嗯 对 Catty也跟T-Boss有一样的想法哟 所以我偷偷存起了我们的零花钱 嗯 原来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剩下这个最大的一颗玩具蛋了 不知道这个里面又会是哪一位小伙伴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包装也拆开吧 接下来呢我们得到了漂亮的花仙子 哦 天呐 我还没有准备好 就已经轮到我出场了吗 那接下来我先去简单的装饰一下好吗 哦 可以的花仙子小姐 哦 我又回来了 各位小朋友们好 嗯 因为我今天呢也没有特别的装饰 我就采了一束新鲜的玫瑰花 怎么样 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 哦 是的小姐 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您都是如此的美丽 哦 谢谢主持人 还有T-Birds 非常感谢你不愿万里来到我们花仙国去邀请我 我也很开心能在这里跟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见面 哦 是这样子的 哦 是这样子的 因为冬天呢花仙子小姐的工作没有那么繁忙 所以我就有幸邀请她来到我们玩具欢乐秀的剧组了 而且我也跟她介绍了我们的Catty小姐哦 哦 天呐 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 哦 姐姐你误会了 我只是一个小女孩 哦 小女孩吗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邀请你来到我们百花王国 如果你夏天或者是春天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花花草草 真的非常漂亮 哦 谢谢 嗯 真高兴有这么多的朋友来T-Birds的节目 不过呢 偷偷告诉大家 T-Birds在这次旅行当中也有不小的收获呢 我找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小娃娃 我这次还特意把她带来了 你们看 她可爱吗